並而簡增新台幣5000元 提案委員許天才 李應援 吳秉瑞 管碧琳 趙天麟 陳樹月等 宣讀完畢 现在这个协商啊 大家因为我们现在刚已经交换意见 我们只剩下这个第12条之一 还有12条之五 那我们现在开始那个 你们想要绑出口这件事情 它的整个运作机制上面 确实有太多的疑虑啦 好 第一个当然就是 你们把最新的中古车引流到出口吗 那国内需要新的中古车的首购族 或者是一般的 一般的经济领域里面的中间层 他们面临的就是中古车断层的问题 那这个当然连带的也是一般中古车商 他遇到中古车断层的问题 所以年限的部分 你弄那个一年两年那个东西 我们没办法接受 年限现在是目前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 部长说这个部分可以整合 那另外当然你还讲说 像本期提案的有关太久换新的 环保的这个部分也可以整合进来 但是整合进来的时候这样 刚刚卢委员谈到的 是不是旧车新车登记为同一人这个事情 部长刚刚现在也讲说 那个部分也可以脱钩 有没有可能 你就不要那个什么十二条之一 或十二条之五 整合成为一条 然后年限确定以后呢 你只需要规定说 它是出口或报废 你就一律给它退税 我们年限去确定 然后出口或报废都可以一并试用 你不要把那个出口那个东西绑成是人民的责任 然后把出口的东西绑成是必须是登记为同一人 只要说我可以出口我也可以是报废 达一定的年限 只要说我卖了我的旧车 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你就把它整合成一条 然后用出口或报废整合在一起 如果用这样下去的话 剩下的只是几年的问题 还有范围的问题 那另外我觉得 每一次我们弄汽车的时候都忽略机车 机车我觉得要把它放进来 机车这个东西 它那个太旧换新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们也不要说补助汽车 然后没有补助机车 这个也没办法接受 所以像只为八年的时候 后来机车也有放进来吗 我先说明一下 那个新旧车辆登记为同一人 就是说我旧车要报废或者要出口 我买新车 新车当然是我买啦 如果不是同一个人 那变成说我卖旧车 你去买新车 那你减税我不能减 所以是这个意思啦 旧车换新车一定要同一人 所以有没有 那时间先后是一回事啦 我先卖旧车给 你如果本来报废或出口或报废打通了 就没有那个疑虑的问题 就是说我意思啊 报废的旧车那个所有人 是他买新车的所有人啦 所以才同一人嘛 不然的话我旧车我报废啦 我哥哥买新车 变成我哥哥减税 对同一人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现在请卢委员 这样子哈 那个我们刚才是意见交换 那现在是正式的这个沟通 因为现在才有录音嘛 不然是这个沟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整个这个 手车的过程当中 他被剥削了 政府的得正在哪里 搞不好他赔的还比得到减税还多 他为了买一辆车 得到五万或七万的一个减税 结果他就车卖的时候赔了十万 本来你十万的车 存十万 爱买掉 不然他没法买新车 结果他赔的还比赚的多 那再重 是不是可能发生 可能发生 因为你根本没有 那民众为了买新车 他有时候要含泪赔售 为什么要含泪赔售 因为我真的需要买新车 结果呢 但是我没有卖掉我的旧车 我非得要 非得要赔售不可 所以你搞不好 他赔的还不只是一部车赔十万 赔十万都有可能 因为他为了要买新车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这个东西完全失去 辅助绝大部分的民众的意思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自己最大的疑虑 最大疑虑在于你减税榜出口 减税榜出口 我强烈的建议 政府要把它出口 这个用意是良好的 是很棒的 那你其他的部会 包括经济部 包括财政部 你要协助环保署 做这样一个减碳出口的 我非常赞成 但是这两个办法 应该要脱钩 应该要脱钩 你是不是财政部 经济部这么有钱 你拿一笔钱 你制定办法 叫这个 叫这个环保署 好好去奖励 就是出口的 这些车商 或任何的二手务 但是你不要把 这样的一个责任 转嫁在民众身上 否则民众只会成为 这个待宰的羔羊 含泪赔售他的旧车 然后他没有办法 想到政府减税的游客会 然后图利了 有能力 一般的车商中古车商 还乡镇的出口商 他还没办法 因为他没能力谈判出口 结果 你认为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就回到你们行政院版 2008年的修法 因为你们2008年就没有这样绑 那我们现在先拿出来好不好 那我们请照片 那我的版本就 我的版本就跟你们行政院 2008年很像 单纯刺激消费 刺激消费 振兴经济 这里面我们可以稍微绑点东西 我赞成 譬如说落日 包括息息数 包括金额 我都可以谈 我都可以谈 但是我觉得应该回归到你们 2008年那样一个方向 那其实只要民众 因为车子他本身日新月异 他只要愿意换新车 都有助于节能减碳 都有助于节能减碳 那我们请赵天龄赵委员 请具体提一下 就说您的这个应该怎么修 好不好 谢谢 因为我是之前就先提12条之五 当时是完全太旧坏性的概念 那当时会提15年 其实跟刚才陆委员讲的 会有点关系 其实因为当时 跟各部会沟通以后 都有提到财政困难 所以税损如果年限太低的话 会突然间太高 所以我会具体的讲 我就不论述了 我支持刚才管委员讲的 就是把12条之一 12条之五不要分开 年限也不要分开 价钱不要分开 以免造成会有 让人家觉得说 相对剥夺感 阶级之别的这样的差别 那现在的这个两年 我们会认为说 确实有刚才管病委员讲的疑虑 就是怕会变成说 让公司财团企业主 他用租赁的方式 他得到最大的收益 两年之后 刚刚好配合他换车 那这样的话 其实竖井小民 很少有买了两年的车 就换掉的了 很少 那所以到最后 只集中到少数经济堂顶端的朋友 或许有若干刺激 出口的效果 但是公益心态低 那所以呢 我就会建议说 是不是 我们在 因为管委有提了一个修正东义 唯有连署 在十年到 当然包括刚才 局长有讲到说 如果你直接在十年以上 那会造成竞争力 出口竞争力又不足 或者是有一些既然车业者 使用者 他又没有这个效益 我是建议说 我站在两个房一起 但是年限上 我们找出一个 最有竞争力的落点 那我想这个 大家把这个意见表达了 我们现在一个就是 现在的差别 就是卢委员 跟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差别 卢委员他现在还是保留 我就是没有任何夹带 特别的政策目标 纯粹是刺激景气 所以回到98年的那个路线 那那个部分可能就是 税损是蛮高的 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要找 刺激景气方案的话 为什么是选择 我们的汽车业 又会落到这个问题来 所以如果说 我们加上他的工艺 一方面工业局 他想要扶植我们的出口 二手车的出口产业 一方面我们几个委员 都非常关心的 太旧换新 处理环保的课题 如果结合这样的一个 工艺的目标 我们是只要在你特定的年限 譬如说六年 六年以上的车子 你如果要换新车 那我觉得还是以换新车为条件 就是把旧车跟新车登记为同一人 这个条件还是必须要在 然后让他具有说 你出口或者是报废 而换新车 那旧车出口或报废的 我们就给予他货物税的减免 然后再加上机车 再把它加进来 我觉得这样的话 看是不是能够得到 卢委员的机会 我再提供一个思考给大家 要加入一些公益 或部分条件设计 我不反对 因为法案本来就写上 但是我要给大家一个数字 2008年 2008年 这行政院提出 这个类似的方案出来的时候 当时是三万元 税损是多少 八十亿元 但是因为刺激了景气 那一年度增加了七万辆的新车 政府表面是税损八十亿 但是增加了多了七万的 这个新车购车率 政府又赚了货物税跟牌照税 所以增加税收 增加了税收百亿以上 所以政府不赔反赚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大家一直在谈税损税损 民国2008年 那个税损是八十亿 可是政府倒赚百亿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没那么多人要买车 因为你这个刺激发现下去 多了七万辆出来 那你买新车的时候 你要有交货物税 你要交牌照税 结果呢 政府倒收一百多亿的税 就两将折抵后 所以我这个方案 比政府多两万 多两万 但是搞不好刺激效果更大 不只是多比两千 不只多七万辆车 搞不好多十几万辆车跑出来 如果多十几万辆车跑出来 政府搞不好税收多了一两百亿 还赚钱 那第二个又可以达到 构心太旧环保的目的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计算 什么叫做 什么 我们可以 我说我可以加入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要一直谈税损 我们要谈到政府 有没有在整个方案中倒赚 倒赚 那否则你没有听 那你什么叫做刺激经济 扩大经济的 刺激消费扩大经济 就是要人民掏钱出来买东西吗 增加它购买欲吗 我想我的原则很简单 第一个出口我支持 第二个在国内 贷款一定要车子要报废 这个是两个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这个才从环保 从生产上 这个这个才 我想这是行政当时的一个目的 好不好 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请 那个你们把那个调文 具体调文这样比较快 车机车的额度讨论一下 好不好 我提的案机车是五千了 你不可以说没有机车 这个我们之所以上一次 买汽车跟买机车 是不一样阶级的两群人 不要说每一次你们眼中看到的 都是这种优势 当然也希望机车有 但是现在机车这个部分 有点 政治上有点会跟电动机车 会刚好这个政策会 也会打对台 因为电动车现在是免货物税 已经免货物税了 但是如果电动 现在这个汽油的 这个电动 汽油的这个机车 如果他这个减了货物税 减了这个货物税 就等同把这个 我们给电动机车的补助 把它抵消掉了 是多少吗 你货物税减货物税 你减货物税的数额 只要低于它就有区隔了吗 你这个东西你就弄它差不多二分之一 二分之以下的话就不会冲击到电动车的政策啦 我可以接受你用四千啊 就跟上九十八年一样啊 那就不会去影响到电动车的优势啦 那待会年限你们也想一下 因为大家如果 我这边有年限啊七年啊 我这边写的是七年啊 好那我们现在请曾委员 谢谢主席 你汽车如果改成六年 汽车七年这也很奇怪啊 对啊 那我们现在请曾委员 谢谢主席 主席这样好 那个我们今天牵涉到一个是十二条之一 一个是十二条之五嘛 那原则上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的前提 这个行政单位要先先厘清 要先弄清楚 到底政策目的是什么 这个政策目的你要先让我们知道 那个应该是卢委员所提的十二条之一 如果是谈十二条之一 很明显的 是为了刺激消费 救景气 如果是为了刺激消费救景气 当然我们只要针对买新车 只要买新车 我们就给他鼓励 我们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但是他有个条件 就是时间不能太长 因为你要你要刺激消费嘛 刺激景气嘛 景气不好的时候 你要达到那个效果 所以你看2008年十二条之一 在做的时候 就很明显的政策目标很清楚 然后给他一定的时间之内 去让他发挥这样的刺激的功能 所以卢委员刚刚提到的数字 损失了八十几亿 但是后面带来了一些刺激消费的效果 慢慢的产生 这是对的 所以针对这个条文 行政单位如果跟我们讲的是 他愿意把它当成刺激消费的方案之一 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回到十二条之一 认真的去谈 到底我们要给多少钱 然后根据上一次的经验 我们这一次要给的时间是多少 如果人所提到的没有时间限制 我反对 但是如果针对这个 要去谈到解决刺激消费 这个我赞成 但是在金额 在时间上一定要有所约制 这样才能够符合我们这个政策目标 去谈这个十二条之一的结果 十二条之五 我觉得是行政单位呢 做了一件事情 把节能减碳跟出口 跟刺激紧那个那个所谓的新车的消费 通通把它绑在一起 绑在一起了以后呢就变成他所要达成的目标会互相牵制 刚才几位委员提到的是没错 如果我今天我有旧车我中古车 我处理了我报废也好或者是我出口也好 都达到简单的效果 你都应该要鼓励 你有鼓励的方法 不管是我出口 还是我报废 你都应该要同等的对待 但是他们现在的设计是 如果你出口了 那我怎么来鼓励你呢 我还要绑新车 你还非得买新车不可 所以我透过新车的退税 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买新车其实是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今天 为了要鼓励新车的市场 我们就单单纯的针对新车的市场 来谈到鼓励 就回到12条之一 有的必要性 如果是为了出口的部分 节能减碳 或是就中古车的报废问题 那我觉得我就赞成 如远刚刚所提到的 它是另外一个需要脱钩的问题 它需要透过脱钩的方式 透过行政单位经济部的相关的补助 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这样 它就会变成一个常态性的 长久性的方式 这则是一劳永逸解决节能减碳的关键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假设大家一定要考虑 行政单位所提的12条之五 这中间要去做修正的话 那我要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就是目前他们所提的 把两年就当旧车 我反对到底 什么叫做两年到旧车的 绝对不行 所以我们要把时间延长 或者是把mileage放进去 至少这样才能够达到 中古车的那个概念 然后勉强我或许可以接受 把出口跟新车绑在一起 我觉得这几点建议提供参考 好谢谢 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嘛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应该是要把 原来的税率要做调整 因为我们没有竞争力嘛 我们的旧车出去税这么高 没有竞争力嘛 但今天放在这里 好像是一个变成刺激方案 应该做没有做的嘛 然后现在把它放进来 那现在把它绑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不是能够 有没有具体的这个意见 还有看法 这一次你们到底同不同意 好 这个案件 还有这个你怎么修 谢谢各位委员的意见 我想行政院当初的构想只是说 要开拓一个中古车的市场 当然那个比较中长期 对短期的景气大概帮助比较不大 现在委员们想要说把旧车报费买 那个就刺激短期景气就有帮助了 如果没有跟旧车绑一起 就如果纯粹买新车都减了 那现在还没有减税的时候 37万辆都会减到啦 那个税收损失太大 我是建议就是把旧车 让旧车减少 旧车出口也可以 旧车报费 然后买新车也刺激紧气 然后也达到报 旧车减少 这样就这样好不好 那你们把条文具体写出来 我这样就讲 那就两个合在一起 两条合在一起 就合一 就这样嘛 就把出口或报费登记满一年 不不不不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我们就是刚刚讲就是以六年嘛 没有关系 没有我还没讲完 我还没讲完 就是说这个第一个法条 这个以五年为限期间 就生效日五年 这个没有错 第二个出口后报费加在一起 第三个这个旧车 是不是要满一年 你不要说一个月 买旧车就报费 要不要说你使用满一年 这个登记满一年是这个意思 不是旧车一年 就是说你的在你名下登记满一年 应该不止一年吧 不是不是旧车一年 是指说在你名下使用了一年 我知道就是在名下也不要只有一年吧 你们看看至少要一年 如果你没有一年 那你我要回来买新车 我就买一辆旧车八千块 那个没有意思了 对 是不是说原来的 他们有考虑完了 就登记满一年 而且这个出厂 那个两年是不是旧车 大家讨论 如果说大家认为要六年 这就改为六年 那就改成六年 就这个就改为六年嘛 然后呢 以出口 出口后报费前 出口后报费后六个月内 就是说出口报费就绑在一起 就这样 其他的好 自己五万也不变 五万不变对 然后机车 机车可以另外再加 你用那个停驶 那个东西 撕在消化库存 会不会有疑虑了 那机车呢 你具体的条纹好不好 我们这样 用我的版本下去修 不要啦 不要说用谁的版本下去修 你现在修了以后 大家一起一起 因为不同条纶就好了 用院板下去修 这样子啊 我们就到时候等于说 你弄完以后 我们请秀宴来领协那个嘛 好不好 这样子 大家 你们两个 好不好 你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机车再进 机车四年嘛 可不可以 有 机车四年 然后四千块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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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请教一下 现在就等于是说我们是大整合嘛 所以就包括说原来我本人的十二条直五修正案 跟管碧林委员的再提的修正案 跟卢委员的修正案跟正月板是一起整合 是这个意思嘛 那就请你在最后的整合体现这个部分好不好 这样子哦 没关系 把我们所有 包括行政院你的我的管碧林的 通通整合成一个修正动议 那因为是财委会嘛 所以我们有财委会委员领协 那你们都签名都没问题 那我们就是整个整合一个修正动议 请主席宣布一下 就是几个版本病案 整合修正 卢委员领协 那跟各位委员报告 第十二条之五 于本条文生肖日起五年内 报废或出口 登记满一年 是吧 之出厂 六年以上 小客车 小货车 小客或两用车 于报废或出口前 后六个月内 购买上开车辆新车 且完成心领牌照登记者 该等新车应征之货物税 每辆定额减增新台币五万元 然后第二项是机车部分 持有登记满一年 且气缸排气量在150立方公分以下 出厂四年以上 出厂四年以上机车 逗点于本条文生肖日起五年内完成 这是一年内还五年内 五年内 五年内这是有效 不是完成报废登记 这个文字可能要再改一下 你们最 机车没有出口 机车没有出口 机车如果他出口 先改一下 改一下再来 再来 机车也可以出口 对啊 机车也要出口 对啊 那感谢就一起了吗 另外 我想不会 但是我再提醒一次 再提醒一次 既然用透过修正动议的方式出现的话 那原来行政院那个提案的那个说明啊 要特别注意哈 要不要到时候又变成 你全面改 又变成 对 看修想好不好 对这部分可能要 要不然的话 你到时候又变成同一人 出口同一人 报废跟出口的同一人的话 那 不是同一人就没问题了 不是 不是 你还是要 还是要再调整一下 还是要 文字要调整 不要让民众误会 他变成要强迫出口 他变成强迫 因为他这里面整个提案说明都是出口 为导向嘛 通通要 通通要修 因为照条文已经有 照条文已经有 以报废或出口为前提了嘛 你们就不需要再去说什么 同一人不同一人了啦 那个就不必把它列入立法说明 你现在这样定了吗 你写好了吗 还没 他那个机车 对对 不行不行 一定要 要全文 一定要进来 不可以的 确定了 人的意思是会不会有人做假账啊 他做假账 可是做假账他也只能够退一次税啊 不会啊他也只会退一次税啊不可能啊 他只能消账一次嘛 对啊同一个车级只能一次嘛 所以那个没有问题 那我们具体再讨论一下趁他们在写的时候 我们这个提案说明是不是拿掉 提案说明就删掉 因为反正执行你们自己去执行嘛 那就不需要 因为现在也没办法写提案说明 修改很麻烦 所以干脆把提案说明删掉 好不好 可以吗 吴局长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修法修完了以后 我们要确保一个程序 那个程序就不会去绑消费者的责任 说一定要等到你的车子卖掉以后才能退税 就完全没有这种疑虑了 这个一定要确定 一定没有了嘛 一定没有嘛 那你那个前后六个月 前后六个月是出口或报废嘛 对不对 是前后六个月内出口或报废 可是你有那个前后六个月出口或报废 就绑住了哦 绑住他 你开场也是对啊 就是说我买 因为有期间嘛 我现在先买新车可以 我还有旧车 我旧汽车去 我买了新车以后 那就六个月后出口 也可以 六个月后报废也可以 或者说我先报废 报废以后六个月买新车也可以 所以他一共一年内 所以那以消费者来讲的话 他的车子要被报废还是要被出口 在他卖的时候会怎样 那个机制会是什么 他卖的时候就卖给出口商 卖给出口商的时候 我当然是以我卖给你报废比较快嘛 可是卖的价钱就会比较差嘛 所以还是会有那个 还有那个绑出口的问题 其实还是会有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的车子可能还不到 因为还不到 报废的车应该是很差很差了嘛 那其他以上应该都是 他要走出口 卖新车的人他会帮你想办法去找出口商 他会帮你想办法去找出口商 会有这个产业啦 新的那个 那个局面价现在都有公共公正的 就不会再公开 卖车的人他会 他会叫卖车子给你 他就拼命帮你去想办法 这个都有车在市场上 现在都有一套机制在 在结束上的价格 所以也不太值得 没关系我们如果照这样过 反正宋朝海协商 如果有什么未尽事宜 还来得及修改啦 对啦还有朝野协商啦 对啦 所以还好啦 还好我们就先这样子 好好好 对啦差不多是这个 没有没有他要联署 你们要三个人 那个还是要废委员够 你们现在先在商量 主席 主席写好了可以念了 就是第二项机车部分 于本条文生肖日期五年内 报废登记买一年之出厂四年以上 气缸排气量一百五十立方公分以下机车 逗点 于报废前后六个月内购买新机车 且完成新领牌照登记者 该新机车应增之货物税 每辆定额减增新台币四千元 与报废或出口前 现在出口也要 好 于报废或出口前 谢谢一下 但是前面不是报废登记了哦 报废登记了哦 第三项就是 第三项就是本条减增货物税案件之申请期限顿点申请程序顿点因减付证明文件及其他相关事项斗点由财政部会同经济部定制 第三项 结议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案 继续审查赵天宁的这个案 这两个案通过 我让财委先签好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让他完全法定的 然后还有宣委员是不是 对 对对 财委要三个 给他们两个委员先签好 他们两个委员先签好 先给他们那两个签好 先给他们那两个签好 着设计 大家為了要想賣什麼服務都可以提供 你們還有三位 你幫我找一個 我的賣我就說 你先不要找了 我直接給你一下 你會想辦法 應該要第三項在這裡 我們簽在第二項 第一項也有修 這一次就可以了 你已經是幫你 一哥幾乎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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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幾乎多少 四哥幾乎多少 小姐,我想跟你讲 你要买一部车 我们现在宣读协商结论 先读协商结论 先读金融机构合并法修正草案 协商结果 第一条 未修正照现行法条文 第二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三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四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五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六条未修正照现行法条文 第七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八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九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第十条未修正照现行法条文 现行法第十一条十二条十三条十四条删除 变更调次后之第十一条 照行政院提案第十一条通过 变更调次后之第十二条 照行政院提案第十二条通过 变更条次后之第13条 照行政院提案修正如下 第13条 金融机构经主管机关许可合并者 其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 以申请对消灭机构所有不动产 因登记之动产及各项担保物权之变更登记时 而凭主管机关证明进行办理登记 免缴纳登记归会 并依下列各款规定办理 一 因合并而发生至印花税及弃税 一例免征 二 其移转至有价证券 免征证券交易税 三 其移转后务后劳务 辉属营业税之客征换围 四 消灭机构依应安法第76条 规定承受之土地 因合并而水桶移转 以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时 免征土地增值税 五 消灭机构所有之土地水桶移转时 除前款免征土地增值税则外 经依土地税法审核 确定其限制后 既已办理土地所有权移转登记 其因缴纳之土地增值税准于寄存 由该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 于该项土地在移转时 一并缴纳之 其破产或解散时 经寄存之土地增值税应优先受场 六 因合并而产生之商议 申报所得税时得以15年内平均摊销 七 因合并而产生之会用 已申报所得税时得以10年内认内 八 因合并出售不良在前所受之损失 已申报所得税时得以15年内认内损失 前向合并之金融机构其亏损及申报 扩除年度之会计账册布计完备 经使用所得税法第77条 锁定之蓝色申报书后 经会计失常合签证 且如期办理申报并缴纳所得税而者 合并后存续机构后新设机构 于办理盈利4月所得税结算申报时 得将各该办理合并之金融机构 于合并前依所得税法第39条 规定之各企亏损 按各该办理合并之金融机构股东 因合并而持有合并后存续机构 后新设机构股前之比例计算之金额 至亏损发生年度起10年内 从当年度存以而中扩除 存续机构后新设机构 得继续合并之财产后营业部分 依相关法律规定已享有而尚未借满 后尚未抵减之资税奖励 但以合并后存续后新设机构中 属合并消灭机构部分 严实用之换委为限 且其计算之资税优惠 属应符合相关法令规定之奖励条件 及标准者 已计算后 仍应符合同一奖励条件及标准 变更条次后之第14条 按行政院提案第14条通过 变更条次后之第15条 按行政院提案第15条通过 变更条次后之第16条 按行政院提案第16条通过 先读后务税条例修正草案 协商结果 尼淑雯委员等提案第3条保留 张嘉靖委员等提案删除第8条保留 翁重金委员等提案删除第9条保留 罗书雷委员等提案 管碧玲委员等提案 薛林委员等提案第11条保留 卢修院委员等提案第12条之一保留 行政院赵天林委员等提案 征定第12条之五修正如项 第12条之五 以本条文生效日期5年内 报会后出口登记满一年 之出厂6年以上小客车小货车 小客或两用车 以报会后出口前后6个月内 购买上开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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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报备或出口前后6个月内购买新机车 且完成新领牌照登记者 该新机车应征之后务税每辆定额减征新台币4000元 本条减征后务税案件之申请期限 申请程序应检附证明文件及其他相关事项 由财政部会同经济部定支 先读完毕 请问各位委员对协商结论有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的话照协商结论修正通过 针对金融机构合并法修正草案 讨论事项第一至三案做如下决议 审查行政院含请审议金融机构合并法修正草案案 本院委员李同豪等17人 拟据金融机构合并法第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案 本委员陈明文等16人 拟据金融机构合并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等三案 业以审查完均 并按拟据审查报告 提报院会讨论 院会讨论本案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本案时有本席补充说明 请问各位委员有无意义 没有意义的话我们就通过 针对货物税条例修正草案 讨论事项第四至第十二案 做如下决定 审查行政院含请审议货物税条例 增订第十二条之五条文修正草案案 继续审查 本院委员赵天龙等二十七人 拟据货物税条例增订第十二条之五条文草案案等两案 业以审查完均 并按拟据审查报告 提报院会讨论 院会讨论本案前需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本案时有本席补充说明 本院委员林淑芬等二十三人 拟据货物税条例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案 继续审查 还有本院委员卢秀燕等十七人 拟据货物税条例第十二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 继续审查 本院委员张家具等十七人 拟据货物税条例删除第八条条文草案案 本院委员罗淑雷等二三十一人 拟据货物税条例第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案 本院委员管毕林等二十人 拟据货物税条例第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案 本院委员轩雷等二十三人 拟据货物税条例第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案 本院委员翁崇军等十六人 拟据货物税条例删除第九条条文草案案 等 等七案 伤未审查完均 令泽奇继续审查 请问各位委员有无意义 无意义 我们现在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军营进行完毕 散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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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